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场比赛的结果 让女排世界排名发生了变化 中国女排成功反超巴西女排 升至世界第二位 对于中国女排主帅蔡斌和全体女排姑娘们来说 这又是一个大喜讯 据相关专家介绍 第五个比赛日 这两场焦点大战先后上演 中国女排军团延续强势 面对意大利女排 中国女排稳扎稳打 以大比分3比1获胜 赛后 意大利女排的主教练和队员都表示 中国女排很强大 而自身失误过多也是输球的重要原因 其实 眼下这只中国女排并非最强阵容 但开赛之后 连续击败荷兰女排 土耳其女排 意大利女排 让人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 另一场焦点比赛 美国女排和巴西女排上演强强对话 结果 美国女排实力更强 临场状态也更加出色 以3比0轻松获胜 三局比分为25比21 25比20 25比18 从局分也能看出来 美国女排优势明显 到目前为止 美国女排取得三连胜 而且三场比赛都是3比0 作为未免冠军确实很有底气 巴西女排结束了第一周的全部比赛 取得三胜一副 符合预期 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 女排世界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 美国女排仍然排名第一位 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中国女排凭借三连胜的成绩 反超巴西女排一分 升至世界第二位 但是落后美国女排31分 巴西女排输给了美国女排 排名从第二位下降到第三位 落后中国女排一分 如果中国女排接下来击败泰国女排 领先优势就会扩大 期待中国女排在以后的比赛中 不断取得好成绩 心想事成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